好消息啊 A股危险正式解除了 美国CPI超预期爆雷 却万万没有想到 以全球大涨收场 这里存在什么原因呢 这台视频正式全面解读与揭晓答案 而且身为10月份 股市最后的风险 终于落地成河释放完毕 那么A股能否在10月份再上一程 拿下更多反弹指数呢 下周股市又会怎样演绎涨跌剧本 万千散户的寒冬还会再来吗 耐心看完来的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现在是2022年10月14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五股市复盘的 走势经济内容 首先再分析 近期乃至下周A股走势前 咱们依然要说一件大事 对于这个大事来说 是昨天晚上所有股民 乃至说美国同志们都在担忧的事情 因为美国9月CPI数据正式落地了 这个数据一定要注意 它是事关美联储 11月份正式实施到底多少基点的时刻 所以大家普遍认为 一旦说这个数据超预期 那么整个全球市场将再次迎来很大的跌幅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9月CPI同比上涨8.2% 高于市场预期8.1% 那么这种数据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超预期 而且也预示说11月份 再次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大大增加了 这种模式之下 本身股市应该是下跌的 但是为什么它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涨幅呢 乃至说全球市场在昨天夜盘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涨幅空间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又会对A股市场10月份起到何种 乘上其下的作用呢 咱马上分享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前列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 注意点看 咱们继续网上说 首先一大切解 我多次告诉大家 一些数据当真正落地的时刻 反倒是一个利空便利好的过程 而且呢 大家知道 美国9月核心通胀这个问题啊 乃至CBI的数据 它属于 接近于美联储加息 最后的一个数据承载了 所以说 有很多人对这个数据来说 是看的非常之重要的 甚至存在恐慌盘 外加你们自己想一想 港股为什么在连续两天下跌呀 乃至说 咱们的外资为什么流出啊 其实都和昨天夜盘这个数据有关 因为他们感觉这个数据肯定不太好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啊 无论以什么形式 这条数据的出台 也正式确立了 10月份将再次加息 七十几点 可能性变得大上加大 所以这种模式啊 反倒让所有人感觉平淡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条消息 它的预期已经被提前市场消化了 乃至说 所有全球市场所形成的下跌 它的幅度已经和这条消息相吻合了 所以这条消息啊 一定要切记 我是看在眼里 但是昨天没有说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感觉不用给大家增加这种风险负担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一定要切记啊 刚才我说的是 美国CPI爆雷超越期之后 它的虚拟的落地 反倒是一个利好的模式 这个原因你得明白 而且呢 一定要注意啊 反观整个全球市场啊 你能看出啊 今天全都是一个红盘模式 对不对 美股也好 还是欧国也好 以及咱们的亚太市场 今天确确实是繁华一片的 这你能看出啊 身为10月份最后的一个利空 甚至说一个风险消化 这个过程终于释放完毕了 那么自己想想 10月份啊 还有半个月时间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全球市场 慢慢形成上移的过程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消息面啊 也正式应验了 目前的一个利空出进的过程 再看整个上证创始大盘啊 就能非常明显发现 是不是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 估数一致单边上上盘呢 切假啊 这种模式也代表说 A股市场主力放量成交 开始出现一个抢筹的过程 当然有人说了 这个位置该不该去稍微谨慎一点呢 虽然说啊 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多起手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其实如果说你在前期没有在底部区域 我所告知的 2022年第四就抢底 那个位置潜伏 这个位置我是不建议你去追涨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天它的高开指数 所形成的是什么呀 是有可能下周啊 会有一个小回踩再上冲的过程 所以这个位置 我个人感觉啊 如果超短派乃至说踏空派没有入场的话 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句话啊 你们还是等一等回踩在低息是最好的 现在股市啊 我再次想中场线你是完全可以看多的 因为这个位置是非常明显三千点附近的 对不对 但是超短派这里呢 八道股评可以告诉你们啊 还是稍微啊 等待回踩的时候 你再去慢慢低息 这个过程需要你走过去了 为什么呀 因为前方底部你不敢低息 现在呢 如果再去追涨的话 这属于一个追涨杀跌的过程 这个是股民的大忌呀 对不对 所以呀 我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呀 在八道股评这里啊 从今以后 我会提醒大家一些风险态度 但是起码中场线和超短派是不一样的 而超短派这个位置给予你们的是什么呀 是先等一等回踩 比如说下周初啊 回踩一些 你们可以陆续在建仓 一定要切记啊 现在A股市场一定会给予你们一些高抛低气的机会 为什么呀 因为它正处于一个刚刚建仓的时刻 刚刚开始形成一个大波主声浪的时刻 这里也给了你们几个选择题 第一个什么呀 如果没有介入的 现在这个位置 千万切记啊 不要介入 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踩盘出现 第二什么呀 第二是如果已经介入的中场线派啊 一定要切记啊 这个位置千万别走 因为主声浪刚刚开始 震荡向上是不用害怕短线格局的 然后呢 有些人说了 我呢 是底部区域形成潜伏 然后现在有些收益的超短派 我呢 害怕隔日短线 甚至说啊 一天两天的跌幅 怎么办呢 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啊 如果你是这类人 已经有了稍微一点的波段获利的话 是可以在这个位置 稍微拿下一些差价的 可以减点仓 但是一下注意啊 切记 如果说你没有高抛低气的 绝大能力的话 这个位置 我建议大家 还是以不动为主 只要是在场的 现在不动为主 超短派想得收益的 这是你的选择 可以做一个高抛低气 但是如果后面 必须不能达成踏空 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你可以进行短线波差 因为这种涨幅 下周必然在周初啊 有一些小震荡 但是起码你得明白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主声浪刚刚开始 而且大干涂啊 为什么说现在中长线 乃至说只要说是小亏损的 或者说是建仓已经完毕 不在意短线得失的 一定要拿得住 为什么呀 因为首先我要听大家啊 MCD现在正式和咱们的想象是一样的了 已经形成一个圆弧底 甚至潜在金叉 马上实施了 这个金叉 它是一个底背离构建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32年A股历史所形成的一个 见底趋势信号 信号是什么呀 十字星外加一个场下阴影 单针触底大张腿 所以这种信号啊 一旦出现的话 代表什么呀 2863点再复制了 看图啊 2863点曾经的位置是怎么雄起的 咱们暂且不说啊 你能知道2863点 起码它是涨到3424点的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这个位置啊 自己看啊 这个位置 所以切记啊 如果说你认为说 目前这个市场 我想要的就是一个主声浪的一个大环节 那么这个位置我再次提醒啊 巴德国评依然为你们看多到底 但是如果是超短派的话 你们不喜欢这种区域啊 一定要注意啊 这黑色圆圈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黑色圆圈在哪里啊 把这地方放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啊 比如说现在的市场就在什么位置啊 自己看 是在三天四天的拉升之后的一个这个位置 懂吗 一大切记啊 所以说你只要说担心这两天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稍微减点仓 然后等到下周出回险的时候再去低息的过程 因为它后期还是一个向上的 懂吗 所以今天啊 我给大家一个选择题 如果你不在意A股市场下周出有一个回踩 但是这是一个短期回踩 那么你就安心的潜伏 如果你特别在意每天的得失 那么我相信啊 你只能在这个位置稍微减点仓 巴德国评再次想啊 也许我现在的主观看多 可能你们认为是不对的 当然这里呢 我要和大家道歉 因为确实来说啊 这一波航线我做的不好 在3200多点开始看多 看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认为确确实实 我应该去担当这个错误点 但是起码 我相信中场派你得明白一个道理 A股3000在附近是不套人的 而且我说的种种迹象 乃至中国现在的经济 一个稳着陆再雄起的过程 甚至说下周咱们还有一个会议 会释放更多的利好 这些问题都能看出啊 A股市场它的后期是以多涨少跌的模式 形成见底在一起的过程 而且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啊 A股市场永远都是什么呀 是有涨必有跌的 如果说你在意短期得失的话 你不在意大宏观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应该坐的就是稍微谨慎一点 如果你感觉大宏观非常不错啊 我也不在乎 只要拿下主声浪的筹码 我就高兴 那么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忍一忍 咬牙跺脚拿下大主声浪 但是啊 再次提醒啊 超短派这些想获利的 你们即便捡仓的话 不允许捡到零仓 因为这个位置它所形成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主声浪的刚刚开始 所以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呀 起码说得防止踏空啊 因为单边上涨市不是没有可能啊 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个视频之后啊 自己把自己分类一下 该怎么做 我自己今天的所有分析 基本也就告诉你们了 还说那句话啊 霸道股评希望每一个人都高兴 但是这个市场确确实实不是由我去管控的 它所形成的任何涨跌 我只能去分析给大家去推盘 但是更多的是你自己 那份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之心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都有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评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